OK,大家好,我是Rico 欢迎回来 我们接着这个Fragment的课程 那么在上一课中我们已经学会了 在Fragment中如何去获得 Activity空间以及它的成员变量 但是在那个课程的最后呢 我说了这种Fragment和Activity通信 现在我们这种学法不是一种好的方式 那为什么呢 这一课我来跟大家讲一下 这是为什么 而以后我们要写的话 不这么写 那我们要写成什么样子呢 OK,我们先说一下 我们首先看一下我们现在的一个应用场景 现在我们是在Fragment里面的一个空间 它的一个事件 然后呢 它会去判断 甚至以后这个逻辑复杂了 可能还会传一些值到这个Activity里面 去影响Activity里面的这个UI 也就是说你的Fragment只是一个发起者 那么最终的结果其实全是在Activity中去呈现的 对吧 那么大家看一下这个代码 你这个代码这个地方 GetActivityDefinedViewById 好,你这个获得了Activity的一个空间 然后你把所有的Activity的里面的一些变化都在Fragment里面去做了 那这个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你的这个Fragment和这个Activity 呕合的太紧了 什么叫呕合太紧 就是相互作用的太紧 也就是假设我的这个Fragment现在不在这个 不在这个Activity操作 我要换到其他Activity里面去 那么不同的Activity里面 它的空间这个是不一样的 但是其实我的功能都是差不多的 那也就是说你现在没有办法去剥离你的Fragment和Activity 它们两个结合太紧了 我们知道用Fragment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代码的一个重用性 所以你这个不是一个通用的处理 你想一想 你现在是在Fragment里面去做某一个Activity空间的一个数据更改 或者一个判断 你这个就结合的太紧了 所以这个真正让Fragment和Activity去通信 它其实不是这么一种写法 后面我们也不会这么写 那有同学要问的 那你说你说的这种方式不好就不好吗 你有什么这个依据呢 那OK我们去看我们的Fragment的这个官网 我们来到这个谷歌的官网 在这个Fragment这个页面里面 在右边的这个目录栏里面 有一个地方专门其实讲了 CumulateKit withActivity 这个地方专门讲Fragment和Activity的这个通信的 我们点到这个地方 好 然后呢 你看这有两句代码 那分别指的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很熟悉的 在一个Fragment里面去拿到一个Activity的引用 并进一步的获得它的一个空间 就这个写法 这个鸟汇你要知道可以这么去拿 这个是反过来 这个是在Activity中可以去获得它所管辖的Fragment 所以这个这两个就是前前面我们两次课讲的东西 然后你往下面看 真正的这个Fragment和Activity通信 它说其实应该是这么 Create Event copy as to Activity 创建一个回调的函数 创建一个回调的世界给Activity 那什么意思呢 好 我们先不看这个代码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你想一下 这道题你只是一个发起者 真正其实影响的东西是什么呢 是Activity里面 那OK 那么你现在这个实现其实全在Activity 在这个Fragment里面做的 现在我要调换一下位置 我现在只在Fragment去发起这么一个事件 然后我把这些所有这些代码其实干嘛呢 其实全部的在Activity里面去做 这才是一个松偶合的一种方式 也就是说我的Fragment里面的空间 只是发起这么一个事件的调用 只是传递一些数据 但是真正实现影响这些东西 我不会封到Fragment里面去 我这些代码其实都会在Activity里面去做 所以OK 有了这个官网的这个说明 他说你需要怎么做呢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代码 他的代码 他说首先你要去 在这个Fragment里面去定一个接口 然后呢 在这个机构里面去定一个 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你当你的这个Fragment里面的一个空间发生 某次事件或发生一个变化的时候调用的方法 这后面是你到时候要传递的这个参数 好 这个是一个接口声明 然后呢 这一大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一大段话的意思是说 你要在这个Attach这个方法里面去 干嘛吗 去把这个接口塞给他所附着的Activity 也就是说要求谁是我的这个Fragment的宿主 那么你就必须要去实现这个接口 实现这个接口就要是去把这个方法完成 所以你看他声明了一个接口的引用变量 然后呢 在这个 我们知道这个Attach方法呢 是当一个Fragment附着到一个Activity的时候调用 也就是说 当你现在Fragment和这个Activity成为宿主的关系的时候 那么OK 那你就来实现我的这个里面的方法 也就是说要求你实现我的这个接口 然后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个下面呢 是说 比如说他写的这个OnListItemClick的这个方法里面 当他点了这个Item的时候 他发起了一个事件 发起了什么事件呢 就是刚刚你在接口里面定义的方法 然后呢 这个是传递的参数 也就是说Fragment现在的作用仅仅是发起这个事件 但是事件的具体编码到哪儿去了呢 具体的编码到谁是他的宿主的Activity 谁来实现这个接口 也就是要实现这个具体的方法 对吧 所以这样就是一种Gial的形式 Gial的形式 那OK 这个光看这个地方的这个代码 然后没有实际操作 可能同学们还是觉得一头雾水 对吧 一头雾水 所以后面我们的马上来一道例题 我们下一道例题里面的这个Fragment里面的事件点击 来影响另外一个这个Activity空间的话 我们就会采用这种方式 到时候你来看我们是怎么写的 然后这个地方还要提一下 就前面我说了 Activity访问Fragment FragmentActive 以及还有一个多个Fragment之间的访问 就这种 那OK 都归结到下面这个 就是说 Fragment与其附着的Activity之间通信的原则 就是所有的Fragment之间的通信 都应该由他们所属的Activity来完成 而不能通过多个Fragment之间的直接通信和调用 尽管可以 那所以说 大家懂了 当Fragment要和它的Activity通信 以及Fragment要和其他的Fragment的通信 我们都要去找这个Activity过一次 那这个怎么去找 就是刚刚我跟大家讲的 你要去这么去声明一个回调的方法 让Fragment只是发起者 而真正的实现者是在Activity里面去做 好 所以这个就是Fragment与其Activity通信的最佳方式的一个步骤 发起里面定一个接口 接口都去声明的方法 然后在unattached方法中 要求Activity实现这个接口 最终实现这个功能 在Activity实现 Fragment只是发起这个方法的调用而已 所以这个我们还会用实际的例子来写 是什么回事 那么下一道例题的话 我就会按照这种方式来写 并且我们还会加入ListFragment的学习 到时候你就清楚了 所以这个官方网网站上的这些资料 希望大家平时都去阅读一下 它是最权威的 这个不是凭空想象的 你要去写成什么方法 在这个官方网站里面就专门讲了 这个Fragment和Activity之间的事件调用 还有这个通信数据交换这些 它就是希望我们采用的是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它列了几个要点 那么我们会在我们的代码里面 按照这个方式来写 OK我们下一个节目见